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里先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坚持找工作 找到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第二是坚持读书 在这里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作家 就是如果有开始学意大利语的朋友 并且不知道从哪本书开始读起 我推荐大家看这个作者就是肯特哈鲁夫 这个作者写的一系列的从书 我觉得他的书语法不是特别难 故事情节也不是很难很容易懂 如果有想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意大利语水平的朋友 可以买他的书试试读一下 第三坚持健身 第四个就是要和家人一起到一到两个地方去旅游 第五点就是要回国看父母 第六点坚持要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学中文 这就是我2019年的新年愿望 2019年我在瑞士 这是我的新年愿望 2019年你在哪呢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我现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感谢观看